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你们想看的小米的充电宝测试来了 这是165瓦1万毫安的自带线的版本 官方售价是199元 视频开头给大家说几句废话 关于我这个指甲的问题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咱们每天都要修手机 抠屏幕 所以说每天跟那些解胶剂啊 还有酒精啊那些药水在打胶道 所以我的指甲的话不会很好看 只要是做我们这种电子维修类的 这个手的话都没有几个好手 没有办法这是职业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担待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质量怎么样 我们测试拆解以后就知道了 小米品牌的移动电源 我这个频道也是第一次测试 我也很期待 会不会像小布丁系列的充电器那样虚标呢 我也不知道 谢谢老铁门一直以来的支持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我第一次拿到一个充电宝的包装盒 是条形的 这么长的一个包装 这上面写着小米自带线充电宝 165瓦1万毫安 小米的logo 充电宝的实拍图片 这下面是1万毫安的标识 背面的话就是它的规格信息 这底部是制造商信息和条码信息 打开包装盒 拿出充电宝 内部还有一个卡子把充电宝包住的 这是充电宝本体 这是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一个产品的保修卡 我们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充电宝本体 整体就是银灰色的一个配色 这上面是屏幕区域 采用的是黑色的 功能按键的话就在这个屏幕这里 按一下这个屏幕就会打开 屏幕的亮度的话也是很一般般 这个线的话要往上面抽一下 然后才可以拿出来 它是这样挂上去的 方便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提手 来提住这个充电宝 这个是很便携的一个设计 这上面是165W max的标识 1万毫安移动电源的标识 充电宝除了自带的一根线以外 还有一个type-c的充电口 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有两个充电口了 这上面写着两个充电口的输出规格 这个充电宝连包装盒的重量369.5克 去掉包装盒 净重是315克 充电宝的宽度是48.1毫米 厚度是36.5毫米 充电宝的高度是143.5毫米 充电宝的背面 小米自带线充电宝 1万毫安 165瓦 型号的话是PB165MI 电源种类是锂离子电池 电池能量值36瓦时 咱们记住这一个参数 充方电循环要用到这个参数 5伏4安的情况下 额定容量5500毫安 自带线输入最高20伏4.5安 也就是90瓦 Type-C二口输入参数是20伏2.25安 也就是45瓦 输出参数总功率是120瓦加45瓦 也就是165瓦 这个120瓦应该就是小米手机的私有协议 自带线输出最高功率256安MAX Type-C口最高输出功率252.25安45瓦 这上面是二维码信息 循环五连不要扔向垃圾桶 可循环理离子电池的标识 不要靠近火源 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个充电宝跟库台客10号对比的话 它要宽一点点 要矮一点点 大小也是相当 整个充电宝拿在手上也还是比较便携的 特别是这根线拿起来很方便 充电宝的外观看完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五次充放电循环 这个充电宝的电量我们已经把它放完了 我们第一次充电的话 找一个140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电 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电已经充满了 第一次充电充进去32.23瓦时的电量 充电时间的话只花了36分钟 这就是140瓦的充电器给它充电的一个效果 这个充电宝 这个充电口它输出的功率的话 它是6A 20V 实际上这一个档位是针对了米家的私有协议 私有协议的话拉不出多长时间 所以说我们用它的PD协议最高档位 20V 3.25A 第一次来放电 也就是65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这是这个小米充电宝第一次放出来的能量 26.67瓦时 放电时间24分钟 全程65瓦没有断电 直接以私心放完 第二次充电的话 我们用这个100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电 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电又充满了 用100瓦的充电器跟140瓦的充电器 时间是差不多的 充进去电量34.01瓦时 充电时间也是35分钟左右 第二次放电的话 我们就用45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这次放电电又放完了 一共放出30.80瓦时的电量 放电时间41分钟 这是45瓦放电的情况 咱们这一次第三次充电 我们用一个65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电 这一次电又充满了 这一次充进去电量35.65瓦时 充电时间43分钟 这是65瓦充电器的效果 这一次电量又放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放出多少能量 这第三次放出30.22瓦时的能量 放电时间50分钟 这是全程36瓦放电的情况 第四次充电又充满了 这一次充电我是用的安克的65瓦的充电器 来给它充的电 充电的充满了过后 去做其他的事情去了 耽误了几分钟 这一次充电充进去36.62瓦时的电量 充电时间大概40多分钟 这第四次放电又放完了 这一次是27瓦的功率放的电 一共放出电量30.79瓦时 放电时间1小时09分钟 这是第四次放电的情况 这第五次充电我们还是用的安克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的 电已经充满了 这一次充进去35.47瓦时 充电时间42分钟 这最后一次放电电又放完了 一共放出电量30.11瓦时 放电时间放了两个小时 这是5V3A的功率放的电 放出6070毫安 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5500毫安 是5V4A的情况 我们这个5V3A放了6000毫安吧 多了500毫安 很正常的啊 证明这个充电宝是没有虚标的 这个小米165W Max 这一个自带线的充电宝 我们五次实际的充满电下来 按照我的充电和放电的数据 实际的平均转换效率的话 它只有85% 也不算很高 但是也不是很低的一个转换效率 按照官方36瓦时的额定能量值 实际换算下来 它的平均转换效率只有82.4% 这就是这一个充电宝 它实际的转换效率的情况 五次充满电测试做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的充电测试 这个充电宝的电又充满了 我们用这一个库代科10号 录了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图 它的自充过程最高功率88瓦 持续了8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31瓦的功率 充了2分钟 然后又升到88瓦的功率 充了1分多钟 然后又降到33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4分钟左右 然后涨到59瓦60瓦的功率 又降了一下又涨一下 然后逐渐的进入捐流充电模式 一直把这个电充满 整个充电时间大概就是45分钟时间 这是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图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充电口 协议支持的情况 首先是这一个自带线的这一个充电口 它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PD 3.0 65瓦 小米的120瓦 小米的私有协议最高120瓦 PD协议五个档位 最高档位是20V 3.25A的65瓦 PPS 5V至11V 6A 5V至20V的6A 这一个DCP是基础功率 这是这个Type-C口它协议的情况 QC 3.0的5V 9V 12V 3.6-12V 然后这里PD 3.0 45瓦 PPS QC 4加 PD 3.0点进去固定档位 也是五个 最高档位是20V 2.25A 也就是45W 它有45V 3A 45W的功率 两个45W的功率 这个对苹果16Pro和Max 支持的应该是比较好的 然后PPS 5至11V的3A 5至20V的2A 这个DCP Apple 2.4 这两个是基础功率 这部手机是红米Loto 13 Pro加 这部手机支持120W充电 开启120W 超级充电标志 金色的 这个手机目前的电量还有17%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部手机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 70W的功率 持续了三秒钟 这就是私有协议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下降到40W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一分多钟时间 然后再涨到47W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一直维持在25W左右的功率 长时间的充电 最后要充满的时候 涨到34W的功率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100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 从17%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37分钟时间 充满这一部手机 这个充电宝 还有46%的电量 我们再拿一部手机来充电 这一部手机是红米的Triple3 目前还有17%的电量 充电加速功能全部开启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 显示的是90W Max 还是金标 充电宝的电已经放完了 这个手机充到了75%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峰值功率 65W的功率吧 持续了大概1分40秒钟时间 后面的话就是功率一直一升一降 一升一降的 大概在40W左右徘徊 曲线图这里一个凹陷 是我亮了一下屏 它的功率就一下子降的没有了 然后后面一直就是30W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充电宝没电 这个充电宝46的电 给它充了50多个电进去 两部手机一共1万毫安 两部手机实际充电放出来的总能量 29.81瓦时 我们充进去的能量是35.9瓦时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是83%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5次充方电 测出来的转换效率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 它对其他品牌手机兼容性的情况 这部手机是苹果12 Pro 启动PD3.0的27瓦 正式功率的话跑到20瓦左右 完全是没问题的 苹果手机对功率要求不是很高 20瓦就可以满足了 这部手机是三星乐特10家 可以启动超快充电2.0 显示的是26瓦 实际功率在22瓦左右 用另外一个充电口 充电它的功率也是差不多的22瓦左右 一样的是超快充电2.0 这个是老款的三星 如果是新款的话 功率会更高一点 这部手机是E加S13 绿色的快充标识 实际功率的话大概在17瓦左右 正式功率啊 另外一个充电口也可以显示快充标识 功率的话跟自带线那个充电口 功率是一样的 这个充电宝没有融合快充 对绿厂的手机支持的话 可能要差一点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iQOO Z9 可以显示Flash Changing快充标识 可以启动PPS的快充 功率的话一直在攀升 最高功率攀升到26瓦左右 因为这个手机只支持33瓦的PPS 另外一个充电口也可以显示快充标识 实际功率的话跑到个15瓦左右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一边本身的PPS 它的功率要低一点 这部手机是荣耀90GT 它可以支持高功率的PPS快充 我们先用自带线来看一下功率的情况 可以显示MAX60瓦的快充 功率的情况一直在攀升 现在正式功率已经拉到52瓦左右了 所以说这个PPS的快充功率还是挺高的 能支持PPS的手机 这个充电宝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充电口充容药可以显示40瓦快充 功率的话也在攀升 最高功率攀升到32瓦左右的功率 这个功率也是不错的啊 能支持PPS快充的手机 选择这一个充电宝也是没错的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充电宝 两个充电口同时输出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情况 既然这两个充电口都可以输入和输出 我们来试一下 用两个充电器给它充电 是什么情况 测试的话 我们用两个库代科15 Ultra来测试 C1口全部设置成仅充电模式 我们先启动Type-C1口 启动它的PD65瓦功率 然后我们再接上Type-C2口 没有断流 功率的话就是PD45瓦 两个一起输出 真实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07瓦的样子 我们拔掉C2口 C1口它也不会断流 我们先启动它的PD45瓦 然后再接上自带线的插口 这边也不会断流 拔插都是不会断流的 功率也不会变 证明这个充电模应该也是两路独立的输出 两个充电口同时输出总功率是107瓦的样子 我们用一个100瓦的充电器 和一个65瓦的充电器 来给它自充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接上大功率 真实功率的话87瓦 我们再接上这一个C2口 始终是只有一个充电口可以充电 45瓦这个是0瓦 我们拔掉C1口 这边就会启动45瓦 我们插上C1口 插上这一边90瓦的功率 这边就变成0瓦 不能两个充电器同时充电的 这个充电宝不具备这个功能 这个充电宝虽然长得很像库代科的10号 但是它的纹波能不能比上它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测试自带线的这一边的纹波 5V3A是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9毫浮 平均纹波5.7毫浮左右 9V3A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3.6毫浮 平均纹波8毫浮左右 12V3A 36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0.9毫浮 也就是11毫浮吧 平均纹波9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15V3A 4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1.7毫浮 平均纹波21毫浮左右 这是45瓦的功率 20V3.25A 6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28.4毫浮 平均纹波20毫浮左右 跟库泰克一样 极品啊 没有超过40毫浮 它的纹波 这个充电口表现得非常的极品啊 我们现在测试这一个不带线的充电口 5V3A 1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1.8毫浮 平均纹波6.5毫浮左右 9V3A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1.4毫浮 平均纹波9.2毫浮左右 12V3A 36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8.9毫浮 平均纹波11毫浮左右 这个充电口的纹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15V3A 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5.4毫浮 平均纹波21毫浮左右 20V2.25A 也就是4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5.8毫浮 平均纹波21毫浮左右 这个充电口也是一样的 纹波都没有超过30毫浮 大家觉得这个充电宝的 纹波表现怎么样 属不属于极品 老铁门你们说了算 这个小米自带线 165瓦充电宝 测试下来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实测它的能量转换效率 平均下来可以达到85% 满电情况下 可以充满1.6部 5000毫安的安卓手机 快充兼容性 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UFCS融合快充 对绿场兼容不好 华为没有支持公版的快充协议 咱们就不说了 双口同时充电 做到了100%的不断连 文波跟库代科10号一样 非常的极品 喜欢这种自带线的 放心入版 喜欢我视频的帖子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轴起啊 这个充电宝拆解正在进行中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